今天我们打扫的这家有个小孩 是男孩还是女孩 几岁了我们也不知道 也没敢问 但是通过我们打扫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来 都说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 看谁能猜出来 我会给大家提供点线索 线索一 玩具中的哪都是 线索二 家里养过宠物 线索三 喜欢舞刀弄棒 线索四 物品摆得很低 线索五 通过厨房的油屋 就能看出来 平时没炒给孩子 做好吃的 既然家里有孩子 我觉得厨房的卫生 应该多注意 毕竟是要入口的东西 冰箱挪开后 下面也是厚厚的一层油泥 如果冰箱常年放在厨房 上面和底部都会变成油泥 用洗涤剂什么的根本清理不掉了 如果你家门门打开 如果你家门门打开 也是这个散的话 那应该是你家油泥机烟馆出了问题 赶紧去看看吧 看似干净的柜门 上面也是有一层浮油了 还好今天找我们来了 不然这油它自己还真不好整 台面上的油也都已经风干了 平时做完饭 顺手擦一擦 也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你们平时在家 都是怎么打扫厨房的呀 如果你家厨房也有油窝 那就来我直播间吧